我很想在天空自由自在飛 很舒服享受天空的寧靜感覺 上星期六 滑翔山教練傑常 在Facebook召喚了40個壯男義工 帶了兩個輪椅人士去馬鞍山岸屏 完成玩滑翔山的夢想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沒有試過 所以我可以上到山下這麼高 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都算是創舉 對於自己的創舉 香港的滑翔山地點 很多都沒有交通可達 要帶他們上山只可以這樣 OK 平時我都喜歡行山的 更有意義 可以幫忙做個先師 他們都很好一路沿路地問著我 但他們就聽著他們一路氣喘 其實都很感動的 傑Sir已經第三次載輪椅人士上山 飛上天際了 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去幫這些朋友 上到這個山頂 很大的問題 因為香港是沒有這些配套 國外有些高山 會為輪椅人士設置軌道 送他們上山 讓他們都可以感受高山的靈 可能知道這步 我一開始就不答應你了 知道原來軟得這麼重要 拿的時候 糟糕了 就是因為我要把握現在 遲些更差 腳踏板 用ся 好了 真的不行 我就是延遲要把帶走 手腳是否有跌倒 耳工可以抱起身形嬌小的美兒上山 但是一般狂羹裝備都太大件了 杰Sir半年前已經為他訂購了給寶寶用的座椅 我始終沒有告訴爸爸媽媽 因為我怕他們擔心我 所以我會玩完很開心 拍了一些片段我就會分享給他們看 告訴他們女兒也可以很勇敢 因為單人又超重 雙人又不夠重 唯有三個人一起飛 是全港第一次三人滑翔山 原來只要這麼說 很多事都可以變成可能 下次要飛久一點 再玩多次 但是故事還沒完 美兒沒有跟別人說她要飛的事 但原來她最好的朋友早就潛伏在山坡 暗暗地從天而降 Hello 為何你會飛到你呢 哎呀 死了我留給你 我現在還在震 我現在還在震 不用怕 我現在要跟你吃雞煲 我好開心啊 見到一個好好的朋友來接我 應該是接她 美兒不一樣 可能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幫助 但她的精神好像打不死的小強 有時跟她聊天都會安慰我 有時不開心的事想起 其實沒什麼大不利 其實我覺得她也做到 為何我做不到 正在震動 不過我覺得挑戰了自己 在震動 感谢观看